在沁西时代的今天,你如果问大家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吗?大家可能把你当作怪人来看待的,除了一些没有文化常识的老人和不会说话的孩童,或者说虔诚的宗教信徒,剩下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地球在自转和公转。 那么说到自转,地球自转是怎么被证明的呢?说到证明就要提到三个人物重要人物,首先是赫拉克雷迪斯,他首先提出地球在自转。 赫拉克雷迪斯,希腊天文学家,公元前约388年,生于彭塔斯金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东150英里黑海岸的埃雷利,公元前315年足年雅典,主要贡献是认为地球自转的第一人,认为天体运转是围绕一看得见的实体太阳,不是围绕一个像中心火团那样神秘的看不见的东西运转。 遗憾的是,年代太久远了没有留下画像。 第二个是戈巴尼,大家比较熟悉,戈巴尼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教会法博士、神父,我们都知道他提出了日新说,挑战了传统教会的地新说,然后被火烧死了。 传言有误,戈巴尼挑战了教会的权威,但是比较聪明著作《天体运行论》临终前发表的,被当作一端直接挑战教会和神权的,是另外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布鲁诺。 戈巴尼,提出《地球自转》理论布鲁诺,挑战神权审判威一端烧死戈巴尼,曾依据相对运动原理,提出了《地球自转》的理论,可从他提出这一理论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这一理论只是大家主观上觉得对,但是还未被证实。 直到19世纪才被法国的一位名法国物理学家证明,引出第三位主人公,复科1819年9月18日,1868年2月11日,法国物理学家,最著名的发明是显示《地球自转》的复科版,除此之外他还曾经测量光速,发现了污电流,他虽然没有发明陀罗仪,但是这个名称是他起的。 复科16世纪时,复科是用一种特殊的摆来进行实验的,这个摆由一根长60余米的纤细金属丝,悬挂一个27千克重,直径约30厘米的铁球所组成。 当时人们把这种从未见过的超级摆称之为复科版,旁观者实际上等于观察了地球的摆下的自转,这个实验第一次证明了地球自转,复科版复科版是目前世界公认的,作为地球自转的有力证据。 我国北京天文馆的大厅里就有一个复科版,一个金属球在一根系在圆球顶上的长长细线下来回摆动着,下面是一个刻着度数的像铁锅似的大圆盘。 人们可以由此读取摆动平面旋转的度数,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们可以去参观学习下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,我们下次见,感谢您的阅读,喜欢就关注我吧。 第一个提出地球自转的是谁?单选,零人0%,复科,零人0%,哥巴尼,零人0%,赫拉克雷迪斯,零人0%,布鲁诺,投票拓展阅读,地球多么厚,我们怎么知道地球内部结构的?